大家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全来温各地都还是相当的炎热 包含在我们西班部地区 几乎中午高温都有33、34度以上 尤其在我们中部的嘉义附近 今天有逼近35度 那么在北部的大台北盆地 包含新北市还有台北市的部分地区 有高达35到36度 那么紫外线也是过量到危险等级 所以提醒大家 这种热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好几天 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也要注意防晒 我们从云土上面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几天我们台湾天气是比较热的 从云土上面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台湾上空的云量是比较偏少的 在云量比较偏少的情况之下 这个日照就会比较明显 所以白天增温的速度很快 清晨很多地方可能温度大概就有27、28度了 那么大概在上午8点到9点左右 就很快可以上升到30度以上 那么再加上这个日照 还有这个西南风带来南方暖空气的影响 所以温度上升的速度很快 几乎到这个中午前后 很多地方都可以来到34度以上 那么也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我们大台北盆地可以来到35到36度 中部有大概35度的这样子的高温 那么也可以看到目前美女封面的位置 在北方在长江流云南方的这个附近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似乎是有点偏南雷雨包 这个对流云溪的位置 根本台湾看起来是有点接近 但是实际上我们台湾是受到太平洋高压 笼罩的影响 再加上西南风水把整个云溪是顶在北边的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那么大致上外几天都还会是比较炎热的天气 那么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目前已经开始有热带扰动生成了 它的这个位置是在关岛附近海面上 目前是有一个编号96w的一个热带扰动 但是大家先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现在看起来整个大环境不是很有利于它的发展 主要是垂直风切是稍微比较强一点 但是虽然说不担心 不过这也预示着说 这个夏天的这个台风季可能就要开始 要慢慢注意可能在太平洋西南平洋附近 慢慢的会有些热带扰动生成 所以要慢慢的注意说我们具体在环境的这个排水设施 趁这个时候赶快注意一下 它是不是可以运作的正常 以免到时候台风来的时候 下大雨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造成积淹水的情况 那么预计外几天的天气都跟今天比较类似 主要有比较明显改变 大概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会稍微的往东边退一点点 那么再加上风向 从原本的西南风转成有点偏南风 或者是东南风水午后雷震雨的几率 会稍微比较偏高一点 所以外几天容易下雨的地方 大概是在山区 比较容易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的机会 我们从未来四天的降雨的预测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明天的话 还是一些比较局部零星的 礼拜三开始可能慢慢有一些山区 有些热对流涨起来的机会会比较增加 到礼拜四会有更明显的增加的情况 但是大部分可能都还是集中在山区 所以如果是要计划前往山区 尤其是在西边避暑的话 要注意一下周遭环境的变化 尤其要看一下在上游端的地方 是不是有乌云密布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赶快离开西边 会比较安全 那么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都还是比较晴朗的 那么温度的话 低温大概是26到28度 高温可以来到31到32度左右 所以在晚上还是有点偏热的这个情形 那么明天白天各地都还是相当的晴朗 山区有局部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的机会 但是这个范围不是很大 在温度的部分还是比较偏热 低温大概是26到29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2到35 36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再次提醒大家 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 可以穿着比较宽松透气的衣服 也要特别注意防晒 因为紫外星也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 假如在阳光下 直接曝晒15到20分钟 就有可能会晒伤 那么最后再为大家整理一些重点 那可以看到 明天持续是比较清朗炎热的天气 中午的高温 全部地区有机会逼近到36度 紫外星是过量到危险等级 礼拜四开始午后雷震的几率会稍微的增加 盼望有机会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暑期